6點19分 我們又要來關心天氣 今天早上好冷 而且是濕濕冷冷 淡水的最低溫 稍早之前出現了15.6度 預測近平兩天的低溫 下探15 16度 果然就出現了15.6度的低溫 而現在外面 台北大概就有16度多一點點 新主要是16度多一點點 宜蘭是19度 台中18度 冷的感覺比昨天明顯很多 因為昨天這個時候 台北的氣溫大概是接近21度 等於差了快要5度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早上出門 提醒這個中部以北 還有宜蘭的觀眾朋友 窗後一點 今天真的很容易感冒的 一定要注意保暖 好 再來我們要看下雨的情況了 不但是冷 還有下雨 這個雷達回波圖看到的 雨區現在在哪裡呢 最主要目前還是集中在 這個北部地區 還有一點點的宜蘭 雨勢比較明顯的 現在就是在基隆北海岸 還有大台北的山區 所以氣象局還在發大雨特報 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區 跟宜蘭現在這一塊 依舊是有機會出現一些 局部性的大雨 提醒大家預計一定要帶 然後當然怎麼樣 因為濕冷的關係 提醒您提早出門 然後一定要注意行車的安全 今天其實水氣進來 中部地區 花冬 也都還是 也有一些局部短暫雨的狀況 唯一比較不會下雨的 大概就是在嘉義以南的天氣情況 會比較好一些 再來我們就要看微星雲圖了 事實上今天的 華南雲雨區的水氣 還不是真的比較多 今天到明天 只是一些些的水氣而已 明天晚上開始 有一波很明顯的 華南雲雨區的水氣會進來 所以從明天晚上 星期五的晚上 星期六 星期天 一直到星期一 目前看起來 降雨的情況會很多 全台都有雨 甚至在北部 東部地區 可能會出現一些 比較明顯 比較累積 比較大的一個雨量出現 一定要多加的留意 這個雨勢的部分 近明兩天還不是最大 從明天晚上開始才是最多 所以這個週休假期 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安排戶外活動的話 要注意一下下雨的情形 另外還有就是東北季風的部分 風好強喔 沿海空曠地區有陸上強風特曝 九到十級的強震風 也提醒大家 注意保暖之外 也要注意安全 這一波的東北季風 加華南雲雨區 這樣濕冷的影響 目前看起來最快 要到下個星期一 星期二之後 才會比較減緩一些 所以接下來濕冷的感受 特別是在中部以北跟宜蘭 會一直持續到這整個週末 保暖的工作 提醒您一定要留意了 再來我們就要看看 溫度趨勢的部分了 事實上今天早上很冷 最低位我剛提到15.6度 明天可能還會更冷 明天當然預測的低溫 是落在16度 明天星期五 接下來星期六 其實也是低溫都在16度 北部地區的高溫就有18 19度 一整天都不超過20度 所以這個濕冷的感覺很明顯 我剛提到最快要到 下個星期二之後 雨是停下來了 然後再來是什麼 這個東北季風減弱了 溫度就會明顯的回升 又可以來到27 28度 所以接下來這幾天的溫度變化 是很大的 特別是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提醒您多加留意 中南部 特別是在南部地區 可能不是這樣的一個曲線變化 而是一整天當中 日夜的溫暢會比較大 這個部分要提醒您多加的留意 好 再來我們就要看看 今天各地詳細的降雨之力 一個溫度預測的部分了 北部地區今天的高溫掉了很多 北部地區今天高溫只剩下了 18 19度 新竹苗栗20度 但是也是感覺比較冷的 降雨之力其實都高 雨具外套一定要帶 中部地區降雨之力好一點 大概是20% 在中部地區我們來看 大概是30%的情況 所以也會有一些 偶爾雨比較多下雨的情況 提醒大家雨具要帶23到25度 南部地區天氣相對就比較穩定了 高溫大概26 27度 東半部今天的宜蘭是最濕冷的 只有19 18 9度 一整天的溫度其實是差不多的 花蓮22度 台東有23度 外島三個地方溫度低 但是下雨的情況相對是比較好一些的 最後提醒大家 今天的空氣品質非常的爛 以目前的狀況看起來 西半部地區很多地方 甚至連北部都已經出現 所謂這個普通的等級 有的時候大部分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北部地區 還都是綠色的指標 今天在獄景的部分 雲家南跟高坪還有外島的金門 是有機會出現紅色警戒的一個部分 另外橘色提醒的是 北部竹苗 中部馬族 也就是基本上整個西半部地區 今天空氣品質都會落在 不太好的情況 甚至是橘色到紅色 過敏氣喘的觀眾朋友 今天一方面溫度比較低一點 另外空氣品質差 提醒您一定要留心身體了 這個天線訊息看完之後 接下來有一個最新的 現場連線報導 我們一起來關心的是 地震的狀況 昨天晚上大概10點20分左右 可能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感受會比較明顯 發生了5.5的地震 而正央是在嘉義的阿里山 因為規模就有5.5 所以震度來講比較明顯的地方 也就是在嘉義 在雲林 大概地震的感受 都有5級左右 地震的深度其實不算深 只有18.5公里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後續就發生了好多起的余震 從昨天晚上第一起主震10點20分 一直到今天的凌晨2點40分 一共有發生了11起的余震 你現在看到這個11起的余震 幾乎每一個余震的震央差不多 都是落在嘉義阿里山 然後或者是差一點點的 是到雲林谷坑的山區這些地方 所以大概就是同一起主震 後續的這個余震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余震的震度 都是落在大概比較小一點 規模最大的時候 也只有大概3.8 小一點的時候 規模可能是3.5 3.6 氣象局也說不排除 這個震央還有機會 在今天可能還會有余震的狀況 要提醒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多加的留意 因為是中部 會不會是跟921地震的 相關的斷層帶是有關係的 今天可能要跟著氣象專家 進一步的來說明 以上就是相關的天氣 還有地震的消息